在沙灘上寫字求救 不要罐頭煮菜式白飯 都沒肉 肚子餓 吃罐頭泡麵 怎麼這麼誇張 實際訪問到馬防部 某單位火尾滿肚子苦水 早喊了沒人理 國防部長邱國正因此道歉 賣房部火尾直言不是海上問題 是人為疏失 因為原本軍方乘輸的大型 合附輪船已經服運二十年退役 今年一月底運輔最後一次 由明福八號來接手供應軍民物資 但明福主要負責島上超商運輔 軍方的用量當然會影響 國防部說斷糧只有幾天 但實際在馬防部的官兵重話不斥 原定運輔船二月二三號沒上到庫存 只剩這幾天 每餐的肉量也只能先減少因應 當兵食量大根本不夠塞 他罐頭一定夠 只是在於如果你今天離開了 還沒打仗竟然就得吃戰備存糧 外島官兵怒吼 陳平時期竟然斷糧 重挫前線士氣 TV新聞李明輝 傳海域台北參謀島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 李明輝